關心國際疫情 優心醫療體系 遭到疫情給壓垮 法國宣布第三度 進入全國的封鎖 匈牙利則是大規模接種了疫苗 積極防疫 卻沒辦法遏止死亡人數攀升 德國面臨疫情的威脅 西部城市科隆 已經開始封鎖交通 法國北部城市雅綿 也是總統馬克宏 出生受教育的地方 這所醫院加護病房 十六張病床全滿 收治的全都是新冠病毒病患 目前全國已將近十萬人染疫病故 馬克宏想一邊防疫 一邊維持國家開放 以保全經濟的目標 如今必須放棄 他三十一號宣布四月三號起 進入第三次全國封鎖一個月 學校關閉三週 盡量在家工作 大都會地區商店關閉 法國三月十八號起陸續 封鎖部份地區 宵禁延續 但來自英國變種病毒 擴大傳播 疫苗接種緩不濟極 大規模施打三個月以來 全國人口僅百分之十二接種 匈牙利三十一號 全歐盟最高接種率國家 三十號全國接種已經超過兩百萬人 但仍無法扭轉疫情 醫療體系承受極大壓力 德國為二職疫情擴大 西部城市科隆 已經開始暫時封閉 通往科隆大教堂對面的 萊茵大道 主要是因為春天來臨 好天氣讓民眾想外出走走 加上復活節假期 就怕大家無法保持社交距離 公視新聞黃韻玲編譯